我們今天有新增一例 境外移入COVID-19的個案 從菲律賓入境 那這一位他是在 是一個菲律賓籍20多歲的男性 移工 那2月28日來臺工作 那搭機前3日的陰性檢驗報告有 那入境的時候是沒有症狀 那在集中檢疫所進行集中檢疫 那3月4日起 陸續出現輕微的咳嗽發燒症狀 那由集中檢疫所人員安排就醫採檢 那在今日確診 那各案期間因為他都在集中檢疫所 沒有他人接觸 那就醫時接觸的人員都有適當防護 所以沒有匡列接觸者 那另外呢 我們大概就是今天我們的風險等級 有一些的跟蹤 跟大家報告 那 低風險的國家有紐西蘭 澳門 帛琉 這沒有變 斐濟 文萊 遼國 諾魯 罵 少群島 不丹 澳洲 那中低風險的國家有六處 新加坡 越南 柬埔産 香港 東地問 莫里希斯 那經過專家會議的討論 那 對於無症狀採檢陽性 那我們對於解除隔離的原則 稍有更動 那從3月1日起實施 那分為兩個一個是在國外曾確診 並經PCR檢測兩次以上陰性 入境的人 那入境後如果再次檢驗為陽性 那個案若同時符合下列的條件 會解隔 一個是個案沒有症狀 第二個SARS COVID-19的抗體是陽性 那初次呼吸道檢體病毒量低 且3日內追蹤採檢結果為陰性 或CT值大於等於34 那是在國外曾確診 如果進來再檢驗 出陽性之後 符合這3個條件 那我們就會解隔離 那入境檢驗期滿 那沒有無症狀 那檢驗陽性 那國外未曾有確診記錄者 就是在國內已經 在居家檢驗 檢驗期滿 然後再檢驗出陽性的話 它同時符合下列的3個條件 就是個案沒有症狀都是要的 那第二個是SARS COVID-2的IgG抗體陽性 且Igm抗體是陰性 那第三個是初次呼吸道檢體病毒量低 且3日內追蹤兩套呼吸道檢體 測試結果為陰性 或CT值大於等於34 那這我們就會解 就是要解隔離 那從3月11號起 來實施 那經過專家 大家經過會議的討論 那認為這下 基本上這情況下已經沒有威脅了 所以就解隔離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報告這裡 另外一個 因為大家都一直關心說 我們那個 這疫苗目前 這個審查的一個情況 第二當然是在文件審查方面 文件的資料審查都已經符合規定 那檢驗裡面有7項的試驗 7項的檢驗 外觀鑑別 然後酸檢度 然後細菌內毒素 那這無菌的情況 DNA protein的比例 那異常毒性 那6項都已經檢查完畢 且符合規定 那還有一個就是現在無菌的試驗 在進行中 試驗合格後會合發封簽證明書 並付倉儲查契封簽 然後放行 目前的進度是這樣 就7項的檢驗 6項都合格沒有問題 然後1項還在持續 還在等結果之中